我们来看这个清洁剂杀人事件 不是刚刚这样子而已哦 还有一个高官 他毒害他的妻子 他以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用 清洁剂杀人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60年代以前 这个人是一个政务次长 这个政务次长是蒋介石从小报到大 那从小报到大 那他跟他太太随着蒋介石到了台湾 命令发布为一个政务次长 他那个时候有一子孕女 儿子跟女儿都还小 可是他太太是有思觉失调 就是思觉失调就是类似于精神病 他有这一方面的毛病 那这个政务次长 他本身又有一个女朋友是在外面 那夫妻经常为了这种事情吵架 那吵得他也心烦意乱 那有一次他的太太症状发作 症状发作就送到现在东区一家很有名的医院 然后住院那住院的时候各位知道住院就先打点滴再讲 然后慢慢的给你查清病情 好那他呢就每一天下了班一定去看他太太 看他太太因为他是政务次长官 算做得蛮大的 每一次他去的时候就把房门关起来 然后各位晓不晓得他用两种 一种是用盐巴 一种大概现在看不到 那种白颜色细细长长的叫肥皂丝的那种东西 也有黄黄的叫做肥皂丝 那个时候是白白的肥皂丝 那他把肥皂丝就在家里弄得非常的均匀 均匀然后又弄了一些盐 盐进去 盐进去不是掉点滴吗 点滴的管子你可以加 就是慢慢的打进去 然后呢他的太太住院几乎长达三个月 三个月他就天天不断的灌这个 到了最后他太太出现了一个不适症 那这种不适症出来了以后 那医院说要检查 他说不用了 他说他也知道他的太太快要走了 就把他送回家里 那送回家里的确他太太是在家中病故 好了这件事情应该完了吧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太太的家属 就是他太太的家人 就上书给蒋介石 就告诉蒋介石 他说那我这个女儿死啊 一定是有原因 你务必要详查 那蒋介石一看 好吧 他就发交 叫做刑警大队 你们去稍微查一查 可是查了出来以后 没有任何的疑点 因为为什么 他每一天上班都到医院陪他太太啊 然后他的女朋友也说 他们非常正常 他们夫妻之间非常正常 小孩也说非常正常啊 好 到了最后 到解破以后才发现血液里面啊 血液里面 盐分太高 盐分太高 因为盐巴吃的多 你就会 必须要大量的喝水 你要大量的喝水 你喝的又是肥皂丝的水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是在双重压力之下 他走了 那命案 出来以后 那蒋介石当然知道他家里的状况 因为他从小报到大 他的爸爸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 就是跟蒋介石地位都已经差不多的 好了 最后蒋介石问他如何处理 他又是向蒋介石报告 他这样 他说那我辞官 那蒋介石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辞官可以 我不想在台湾看到你 结果他就带着他女朋友 跟一子一女 到美国干什么 到美国开洗衣店 然后这家洗衣店 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在 在华府地区还算是蛮有名的 但他的孩子知道 他爸爸杀了妈妈吗 不晓得通通不知道 这家庭 是为了 给自己的区别人